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模擬到很多我們在原本實驗室做的實驗 那有沒有一些具體例子可以說這件事? 都沒有去到人工智能的層次 就純粹你只需要你的電腦 有一個很好的強大運算的效能 就是在講超級電腦這樣的樣子 都沒有去到超級的了 可能你普通學術研究上面 你將幾個電腦平衡地放在一起去運動 已經可以去幫你模擬到一些化學反應 有一件事就不是跟我們現在講的新聞消息有關的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們好像先前有提過的 講光合作用裡面的反應 光合作用你給一個小學生來說 那條方程式就很簡單的 但是你真的將它抽屍摸檢裡面 牽涉到很多畫長畫短大大小小的 很多的中介步驟 就是你由一個光加葉綠素 就幫你將二氧化碳和化合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為糖粉、澱粉和氧氣 我們就有一頭一尾的結果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中間那個步驟原來是非常之困難的 就是我們怎麼看到光的能量 落去哪一個化學分子 哪一個化學建基發到什麼東西 令到它產生什麼中介物 最後才能夠邁向到的結果呢 其實在講的都要用到超級電腦來慢慢去計算 我們實際上如果想從實驗到看到 是很難的 因為有些東西出現得太快 OK 那在這裡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呢 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其實在現在呢 無論做生物化學和化學的一些研究裡面呢 就開始叫出現 就是已經是流行了一種 就完全是用電腦模擬的化學反應 來幫你去看一下化學反應中間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問過一些傳統讀化學的朋友 他們覺得這些是做假的 就是你都不是真真正正在實驗室裡 混合出來的東西都不是真的啦 但是呢其實隨著那個計算機的功能 電腦的功能越來越強大 就是我覺得就算Ninfidia那裡 接下來都會在這方面都有貢獻 就是對於那些叫做電算模擬的化學和生化反應的研究呢 就給出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麼我們這一節要講另外一個例子的 就是和鑽石有關 那麼台長你有沒有聽過呢 其實碳這種元素是可以結成很多種不同的結構 有很多種不同的用途 你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呢 不知道我們讀中間的時候有讀過的啦 基本上其中一件事就是最重要就是鑽石 是的鑽石的結構就是最硬的啦 另外就是石墨的結構就圓筆上面的石墨啦 另外就有些就是整成為一些納米管啦 那就是一種叫做用五角形六角形 這樣交錯而成的一些這樣的結構 那麼由此也都引發了一些叫二維結構的石墨烯那些東西 也都用途很廣泛啦 那麼原來呢 很有趣啊 在我們的電腦模擬 這次真的完全靠電腦來去預測呢 原來我們認為啊 這個碳呢是還有一種潛在 未被發現的一種結構 這種結構呢 是比鑽石的密度更加高 硬度更加高 就是你可以說一種超級的鑽石結構 原來是理論上我們知道應該會出現 但是我們現在地球的實驗條件呢 就完全還未是找得到的 那就是那個最近啦 剛剛這個星期就有個新聞報導啦 就是科學新聞啦 他就說 他說呢 Diamond can be squeezed into something even harder OK 就是鑽石呢 如果你再將它擠壓呢 是可以形成一些更加硬的東西的 這件事是我們以前未聽過的 因為我們一向在說 鑽石已經是最硬的啦 那台長你也找得到啦 就是那個用超級電腦去做模擬 就是說呢 現在這種這樣比鑽石更加硬的這種結構呢 我們是未在實驗室那裡做到出來 不過由電腦世界在那裡 我們能夠模擬到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有信心 這件事其實是會出現呢 那也都有賴於現在那個電腦科技 去將那些化學反應模擬的那個能力 我們已經試過很多次 將很多碳其他的結構成功地 放在這裡模擬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更加有信心相信呢 它預測這個 這個這麼高溫高壓的這種碳結構呢 應該會是可行的 因為呢 還有它不是一個流體 它說的是一個固體的結構 這些固體的結構呢 其實你就可以很穩穩地地 就將它裡面的那些量子力學 計得清清楚楚 就是說它整個 你一個碳元素外面那個量子力學 形成它的電子分佈會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 將它擺成為一個不同的骨架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很容易計到 究竟在這個量子力學結構的情況之下 它達到的能量是不是叫做最穩定的狀態 它會不會比其它結構更加穩定 或者是相對穩定 我們是有能力 是可以用這個電腦幫我們去計得到的 所以我們有信心這種結構呢 是只要你給到那個物理條件 它應該會是出現到 現在差在就是說 最後能不能夠真真正正正 在實驗室那裡重現出來的 那這個標題都很困難的 超級鑽石的超級鑽石 什麼都超級鑽石了 現在是不是 但是第一件事我想到呢 就是如果將來做到呢 就是如果作為物理學家 應該送這個鑽石給他老婆 那老婆一定會很開心 超級鑽石的 是啊 所以大家都想到了 這種超級鑽石有個名字叫做BC8 就是BC8鑽石 就是BC8的碳結構 那這種這樣的結構呢 就不是一種新的東西來的 那為什麼大家會嘗試用 就是知道碳可以有一種這樣的結構呢 其實都要藉助我們固有的化學的知識 就是我們看回在元素周期表裡面 第四組別的 碳 就是碳 和這個Silicon 和這個Silicon 和這個Germanium 都是屬於中介元素的這些東西呢 原來對於Germanium 和Silicon呢 它都能夠呈現到這種叫BC8的結構 那所以就有人就問了 如果我將這個同樣是第四組元素的碳 將它整成BC8結構 它會不會是更加穩定的呢? 那現在就發覺最新的模擬那裡顯示 就是說是可以更加穩定的 但是能不能夠將它真的 砰成一顆鑽石去送給人呢? 這個就比較窄 因為原來呢 需要呈現到這種BC8碳 比超級鑽石結構 是需要一個什麼的物理條件呢? 他就說原來這個溫度是需要將它維持在幾千度 就是說是三、四千度 就是可能台長要幫我看看這個數字有沒有錯 一定是四位數字的溫度 再瘋子的就是說 那個壓力是要維持了在比起地球上面 地面上面的氣壓還要強百萬倍的氣壓 這樣的壓力 你要這樣高溫高壓的情況一路撐住它 它才能夠呈現到這個結構給你 而我們普通的鑽石是不需要的 我們普通的鑽石 你一旦壓成了它 它就能夠就算你降溫 它都能夠維持這個鑽石碳的結構在那裡了 所以呢 對於飾物那種鑽石的碳 你是可以將它弄成一個鑽石戒指 可以送給人的 但是這種BC8的超級鑽石結構呢 你攤得冷一些它維持不了這個狀態的 就好像呢 你問我可不可以將一顆冰 雕鑽石成為一顆寶石去送給人 它會融化了 它會變成其他的狀態 就保持不了了 知道這件事情 那是否一種科幻的存在啊 那又不是的啊 那我們想一下 我們地球上面 或者在我們整個宇宙 整個世界裡面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呈現到 那麽高溫和那麽高壓的狀態呢 那你問我的話呢 我就會覺得 很可能就是在一些叫做白矮星 或者一些超級大的 和它的生命周期 去到比較後期的一些行星那裡 就有可能出現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些星星 它走到它最後期的時候呢 它就一直冷卻 裡面就可以維持到好幾千度 它的溫度未必足夠 已經不再足夠去燃點 更加多的核聚變反應 但是呢 它同時間呢 因為有很多物質圍著它 它自己也有很多碳藏在它某一層那裡 那所以這一種那麽高溫 那麽高壓的狀態呢 是有機會在一些天體級數裡面的物件上出現的 那於是乎 其實不小心你透過這些研究呢 我們不是在研究一個地面應用化學的問題 原來最後是幫我們解答到一些天文學上的答案 而我們看到呢 就是這種這樣的技術長遠來說 你就算在地球呈現不了這種這樣的狀態 原來就是說透過電腦的探索 可以幫我們找到更加多不同其他古靈精怪元素 它會不會都是有一些我們以前沒有發現過的 新的化學形態出現 來幫我們去支撐整個星體的結構呢 就可以由這些這樣的研究去給出來了 那麽其實另外一個還很重要 我們也都提到的一種叫Metalic Hydrogen 金屬化了的氫 又是需要說相信我們實驗上做不到 但是我們大家都憑我們的電腦模擬去估計呢 應該就會是在一個非常高溫高壓的狀態之下 就會形成得到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電算模擬的這些化學 跟天文學研究的那個關係呢 剛才你說的那個可以修正一下的大氣壓力 那個不是幾百萬 一千萬 一千萬 是的 但是它這樣的發現是全靠那個在電腦模擬呢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不可以再模擬其他的物料 舉個例子 可不可以想像有這個元素周期表 要一直再發展下去呢? 如果你問我呢 按照計是一些固態的元素 就是它那個晶體排列結構比較整齊的 那你就會機會大一些 如果它的排列是不規則的話呢 就你因為獻缺了對稱性呢 你將它簡化的運算的可能性就會低一些 所以對於一些叫做 譬如說玻璃狀結構的這些化學物質 還有一些流體的東西呢 你就發覺很難搞了 就是運算就會更加複雜了 但是現在是一些單一元素全部都是碳的 然後還要是一個整齊排列的晶體結構 有對稱性在裡面的時候呢 你就有希望可以用超級電腦 就比較快獲得出來的結果了 所以現在研究都是的 金屬氫啊 還有這些超級碳啊 都是單一元素的研究 那下一步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你又會回到那些超級電腦運算那裡 究竟可以給你幾快可以給到一個結果給你 那如果你說說在其它的星體裡找到呢 是不是一些很多碳的行星裡面我們會找到呢 是啊 那這裡也可以順帶一提一樣幾有趣的東西 那就是接下來那個天文學觀察那裡呢 就說在那個北極星附近的星空那裡呢 將會有一顆叫做新星的形成 那這裡也要小心了 千萬不要讓那個中文翻譯誤導了 那英文它就說會有一顆叫NOVA形成了 NOVA如果大家去看很多不同的那些衛星 就是那些不同的電視頻道呢 有個頻道叫NOVA的 NOVA如果直譯就是新星 但是呢 這個不要照字免解哦 實際上在天體發生的事情 新星是一些都不新的東西來的 只不過我們在天裡面無端端看到有個地方 沒有星突然間光了 我們以為有顆新的星形成 所以我們就不以為叫做新星 甚至乎英文都叫做NOVA 當我們仔細去研究發現呢 原來NOVA是什麼呢 是一些已經是貧死的星 它已經死了去變成了一個白矮星了 就是譬如我們太陽再過多50億年 它會變成一個白矮星 但是如果這個白矮星這麼幸運 旁邊是有一堆氫氣 是大量補充它的時候呢 這些氫氣就會團積了在這個白矮星的周圍 當周圍團積得太多的時候呢 它頂不住就會倒進去中間 就大量產生一個核聚變反應 所以就其實算是一個突然之間的氫爆 就是一個核聚變的氫彈爆炸來的 那麼這個這麼激烈的爆炸呢 就出了很強的光芒 於是就讓我們看到了 就是這種就為之它叫NOVA的現象 那麼好像這些這樣的NOVA 它本身就是一個白矮星這樣的結構呢 它裡面的密度是很高 裡面它無論是植啊 鐵啊 碳啊 駭啊 氫啊 都是壓到實一實 而尤其是越靠近核心呢 就是一些越重的元素壓得越是實一實 那麼所以你問我呢 正正就是這些呢 NOVA 這些這樣的新星呢 或者甚至乎不是形成新星 可能是白矮星 它裡面那個高壓狀態的碳呢 照計就應該可以呈現到這種叫BC8 卡本的這種現象 那麼這裡就有趣了 就是現在天文學家 接下來就會很留意著 在那個北極星上面 北方的那個星空裡面呢 就是什麼時候就會見證到這個NOVA 就是有一顆新星這樣去誕生 最後會不會光到一個地步 是肉眼看得到呢 那暫時的資料那裡就還沒看到 但是以往呢 在人類歷史上面呢 我們曾經試過由肉眼來看得到 這件事去形成的 但是這件事呢 也不要跟超新星撈亂哦 就是首先 這件叫NOVA新星的東西 一些都不新的東西 是一些比較輕的星 走到末期的時候 它其中一種自我了斷的形式來的 超新星呢 就專門對應一些更加重型的星 它最後呢 突然之間燒到盡 一式機 塔縮 再整個重新大爆炸呢 這個就叫Supernova 那它出來 就是顧名思義了 它Super在的地方 就是整個爆炸的能量 光度什麼都會再厲害一些 那所以NOVA和Supernova 它的機制很不同 Supernova就真的有些重一些 強一些的東西 出來的爆炸也真的激烈一些 但是無論兩者 新星也好 超新星也好 都是那些已經是一個星 走到最末期的 是一個末期星 跟這個星的誕生是完全無關的 好 我們這集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 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成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那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